早在16世纪 一位荷兰航海家两次游历中国之后 在书中回忆到 此国富有黄金 宝石 丝绸 摄乡等等 应有尽有 居民都爱留指甲 除非要用枪 此国的人民很爱吃 什么都吃 包括任何野心或动物 这里对中国人的描述 充满了新奇和惊讶 直到1896年 李鸿章访问荷兰 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 其《荷兰语》一本 开始面向荷兰民众正式出版 李鸿章的对手 首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 有一句治国名言 是一手拿论语 一手拿算盘 这次熟读孔梦的李鸿章 面对贸易强国的荷兰 内心又是打着什么样的算盘呢 阿姆斯特丹 一个由服饰鲜化搭建起来的水城 在117年前迎来了 另一个臃肿浮华国度派遣的出访大臣 李鸿章 这一天是1896年的7月4日 离开大清已经四个月的李鸿章 经一天的旅途之后 到达了荷兰海牙的库豪四大酒店 在经历过血型沙皇 尼古拉二世登记 贴完再相比斯麦密谈之后 荷兰的香烟与浮华 最让李鸿章切意而又满意 这位73岁的老人 在荷兰女王热情款待的宴会上 寻寻于醉 显然早已把救伤与心痛抛于脑后 当时的焰火表演 更是把主办方的热情 推向高潮 这些热情的热情 热情的热情 是非常厉害的 美丽热情 这些热情 显然显示了一篇 李鸿章 李鸿章 一千年生的一千年生 他非常愉快 因为你能让一个皇帝 10,000年代 所以李 Hongchang 要有火力 说我们祝你1,000年代 这件事是一样的 风车 木鞋 运河 小桥 船屋 海盗 美丽的建筑 诱人的郁金香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荷兰美丽的童话世界 不过 大麻 同性恋 喧嚣的红灯区 这些成人化的标志 又展现了素有信都之称的阿姆斯特丹 自由开放的一面 李鸿章在品尝了西方风味佳肴 欣赏了诸侯玉茂 病逝无双的歌舞 飘然欲仙之际 极细复诗 初入成名五十年 呼来海外地行仙 盛宴高会余思竹千岁灯花喜抱船 这个在西方人眼中 神奇的刷子 就是中华文明沿用数千年的书写工具 毛笔 从当年的刀笔小历 到晚清第一重臣 深谙文章的李鸿章刷刷点点 留下了这四句墨迹 让一座百年历史的豪华酒店 写入大清短暂的外教史 金宝书 库豪斯大酒店的镇店之宝 其中记录了从酒店建成以来 荷兰女王十三岁时的题词 到当下著名的摇滚歌手的墨宝 笔记 荷兰自1806年建立王国起 威廉·敏娜女王是他们的第四代君主 同时也是连续三代女王中的第一任女王 而她的母亲艾玛 正是当时掌握大权的摄政王 still emma which was our regentess she wasn't she didn't want to be called queen but she was we called her queen for us she was a queen but she named herself regentess rather than queen 在李鸿章此行中 荷兰的繁华与大清的浮华如此相似 有那么不同 就在这位摄政王爱玛热情款待中 李鸿章似乎看到了两年前 慈禧老佛爷六十大寿的身影 在今天华人眼中 早已不见库豪斯大酒店的名字 口耳相传的 是这里曾经停留过的清末重臣李鸿章 在金宝书上提诗赠女王的故事 自李鸿章此行之后 这座海牙最奢华的五星级酒店 便有了一个响亮的中文名字 李鸿章大酒店 就在李鸿章成为库豪斯大酒店 吸引中国客人的重要卖点时 酒店经理非常遗憾地告诉我们 酒店所记载的 关于李鸿章酒店形成的 另外一个版本 李鸿章在酒店里没有睡觉 他在酒店里在酒店里面 在韩国政府邀请的邀请 但是他没有睡觉 至于那晚李鸿章到底住到了哪里 至今我们也没有找到一个 较弱化疑的记载 在这个接待过丘切尔 帕瓦罗蒂 希拉里克林顿等世界名流的 总统套房内 应酒店经理之邀 我们决定弥补酒店曾经的遗憾 再度留下 与李鸿章此次探访相关的记忆 只希望我写写 这是李鸿章的照片 是 非常有趣 坊间流传的许多关于李鸿章的故事中 就有李鸿章拜见荷兰女王时 有关外交礼仪的趣事 荷兰女王向李鸿章伸出手来 李鸿章不知是文首礼 以为女王在向她索要礼品 急忙将慈禧太后送给她的一枚钻戒 放在女王手上 女王将戒指戴上之后 说了声谢谢 再次将手伸出来 李认为女王皇后太过贪心 而自己又无其他礼物可送 只好愣愣地站着 情形十分尴尬 在李鸿章这次对女王的拜访中 明确的有文字记载 李鸿章并不是空手而来的 在中国的古瓷瓶 景泰兰 丝绸 茶叶的包裹下 李鸿章向女王表达出此行的目的 仅仅是 中唐之来河野 唯行主兵投报礼 继中和之永敦目役 不关定约联盟 这个在17世纪曾以海上马车夫而称霸世界 在全球各地建立殖民地和贸易据点的荷兰 怎么会轻易放弃向李鸿章展示自己的机会 最后李鸿章的身影遍布钻石工厂 风车磨坊和玉金香花田 从17世纪到21世纪的玉金香的品种层出不穷 唯一不变的是对中国庞大市场的熊熊野心 这位本地土生土长的花商 由于近些年和中国频繁的贸易 而得到一个和自己荷兰名字谐音的中文名字老狼 老狼非常重视中国市场 几乎每年中国的展销会上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对老狼而言 单单就一个中国新年 就会消耗大约八个集装箱的玉金香花种球 对于每个国家的贸易 大概50.000元 50.000元 50.000元 400.000元 两十年 一 majority グル b 三十年 六十年 三十年 八十年 制作于我们四十年 第一次有记录的金笼最後 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市民百姓 甚至是扫烟囱的工人和旧衣服店里的老妇 都加入到了这场投机 无论价格如何飙涨都会有人付账 为了方便郁金香交易 人们干脆在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内 开设了固定的交易市场 在李鸿章短暂的荷兰之行当中 我们很难找到相关的资料 来佐证李鸿章是否参观过这座世界首个证券交易所 但在财富和欲望面前 李鸿章似乎从来没有退缩过 那是有评论 那是那种疾病的状态 然后人们失败 那是有评论 评论开始了 然后人们失败了信心 然后人们失败了 再次 如果是确实的话 没有 我不知道 我只是评论 那个远居的疯狂时代 可能永远成为像老郎这样的花商的历史记忆 与郁金香同样美丽的英俗化 也曾把大清搅动得天翻地覆 当时上至慈禧 官员 下至黎民百姓 都以洗食鸦片为荣 这个被称作福寿高的东西 被获利者冠以麻醉 阵痛 辅助性式的作用 英素花凭借她的妖艳 迷幻 让稀释者自我麻醉 在屡屡清烟中成为许多人逃避现实的精神寄托物 而我们了解 李鸿章是为数不多 捕抽鸦片并深恶痛绝的官员 据说 翻译家严妇在北洋水师学堂教书的时候 经常吸食鸦片 为此他经常受到李鸿章的痛斥 一束花浮华着一个风车王国 而另一束花则扭转了一个帝国的生死容颜 早在1656年 荷兰使团就到达了北京 那时的大清刚满八岁 荷兰使团在利益的驱使下 放弃欧洲人所谓的骄傲 对当时18岁的顺治皇帝行三败九寇大礼 在以中国中心主义 天朝上国自聚的大清看来 礼仪实际是一种文化资本 是权威的象征和来源 然而137年后 当称霸欧洲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使团 拜见正值盛世的乾隆皇帝时 跪拜之争成为大清外交的烫手山芋 而天津条约的签署 清朝更是被迫同意西方使节禁见 不再行跪拜礼 这个礼仪的背后 涉及到一个中国对外关系的格局的问题 中国不是一个国家 觉得中国是世界 世界是中国为中心的 其他国家都属于中国国 中国的皇帝是世界的中心 世界的主宰 无论是贸易至上的荷兰人 所表现出的卑躬屈膝 还是保守孤傲的英国人秉持的力争己见 或是大清固步自封遭遇挑战后的动摇 其背后是世界格局的变换 和两百年间大清王朝日渐显露的世路枯荣 最新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里提到 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 如蒸汽船、铁路 以及后来的电报电话等 拉近了世界的距离 就在世界变评之前的那两百年间 李鸿章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 让自己从欧洲各国的旅途中 吸取所谓的阳气 而在此之前 天道远、地道方 在封建王朝的宇宙理论体系中 大清把自己当作是天下的中心 称四方为夷 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优越高贵 从康熙到前东方这个绘治地图过程中 中国一直是中心 因为我们讲地图是方的 地球也是方的 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我们讲 不仅仅表现在地理的外在的特征上 更重要的是一种思想的内核 就是皇帝就是天子 来统治人间的 具有道德性 因为天兽语的 肯定又具有神圣性道德性 所以只有中国的能成皇帝 认为其他的都不能成皇帝 只能叫国王 从曾经的万国朝宗 到如今自己以老迈残驱 拜访列国 伴随汽笛冥响后 火车撵过铁轨的龙鸣声 坐火车离开荷兰的李鸿章 内心如何 我们不得而知 比利时 号称欧洲的十字路口 这个先后被罗马人 法兰克人 荷兰人等统治过的国家 早在1831年的伦敦会议上 永保中立 位于布鲁塞尔市中心的 比利时王宫 如今仍然保留部分 作为国王办公的场所 在王宫侧面 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木门背后 保存了王宫的所有档案文件 请你坐在桌上 请你坐在桌上 我们nie叙集第一次 products 州长的北に 先 Vitalyみ ribbons 他的秀 独 balloon 您 watercolor 拿到 进大中間 台庄 里是 一个 你先注定 但是適合你的法案 是 JP, 先生的主席 的民主党 的核心 同志向外界的圈鞋 在江派站的路由 卻的滅航 版汽车子 平保护的佬 这叫停 这个血架 Mas Kuchong Mas Kuchong Li Qingfang et son fils adoptif ancien ambassadeur chinois au Japon Le docteur anglais Erving Médecin en chef De son excellence Donc il avait un médecin anglais Le docteur chinois Mas Kuchong 比利时是继英国之后 最早一批工业革命的国家 军事装备的制造 领先于当时许多国家 我们有一个码装 我们叫做了 发生的亚洲 的亚洲 它是造成的物品 来货币 这里是一种产免的国家 的亚洲 是一种产免的中国 是一种产免的国家 是一种产免的国家 产免的国家 所以许多国家 是一种产免的产免的产免 我说是製造的 是一种产免的产免的产免 所以那种产免的产免 因为这种产免是很弱的产免 因为它是一个小国 我们也会购买了很多 所以这种产免的产免 是一种产免的产免 是一种产免的产免 所以我以为 这种产免的产免 是关系的 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 李鸿章凭借戈登的洋枪队 来对付农民起义军的 长矛大刀 所向无敌 闯出长盛军的名号 后来东亚最大兵工厂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建设 使李鸿章洋务大臣的地位 得以确立 所以此次出访比利时的 重要目的 也是对比利时生产的武器 做进一步了解 在今天的文献中 明确地记载了 李鸿章在布鲁塞尔 参观了枪炮各场 美不胜收 早在1864年 李鸿章至总理 衙门寒中就曾分析到 造炮之法 先注意石心大铁块 头大为小 外形如塔 一约短炸炮 身短而口多 炮耳在后 形如怒蛙 俗名田击炮 大约洋人攻坚城 破炮台 则用长炸炮 雷奔电掣 雷雷灌珠 经敌心 散敌阵 则兼用短炸炮 大约 大约 而最有限约约的口约, 现在我们使用北斗的量 这这些口约约约的部门 约约约约约约到显个1860年 这就是一个滿潦的颗兵 在秋年夏期有用的 因为当时你会看到 这也是一个卡通的使用 在末年的19世纪 因为你看到 这些卡通是从背面 而不是从前面 这是什么你看到 有很多不同的 对抗设的 刀都什么看着 这需要跟进行那个 这是年alk货币的 唯下的对抗设 这是年上的製造 我不是在眼前前 阿败已经离开了 它是显然电厅 2185 谢谢 啊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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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当时对各国火炮的性能也做过一个分析 查炮位一项 德国全用后堂 英国全用前堂 俄法则小炮多后堂 大炮多前堂 美国仍用老式华堂 其中著名商场德日克路布专造后堂全钢制炮 英日阿务士庄专造前堂属铁包钢制炮 我们在比利时军事博物馆中 先后拜访了四位专家 才逐一分专业分领域地给我们介绍相关的专业知识 但单凭上述李鸿章艺人对于枪炮的研究 就足以影响蜻蜓购买火炮的基本知识 作为一个外交大臣 李鸿章羊炮迷的称号 不愧为晚清第一洋务大臣 主张对清发展贸易的利奥波德二世 在李鸿章离开比利时四年之后的世博会期间 为了吸引比利时商人投资中国 特意在布鲁塞尔北边修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中国馆 今天在中国馆的欧式花园当中 有几块石头上仍然可以看到更比国的汉子 在中国馆对面高高耸立的是一座新红色的日本塔 巧合的是在李鸿章为满庆座最后挣扎的背后 也恰恰是那个悄然崛起的大和民族 离开注重贸易往来的欧洲十字路口 李鸿章踏上了前往当时黄金储备世界第一的法兰西之旅 感谢各位收看凤凰大视野 接下来请看下一集绝金法兰西 , 去看 manufacturer词和体验 请让大家旅行 支持明镜场 有点支持明镜场